長山環連長道發生奪命交通意外 現場留下一隻球鞋 一個電單車頭盔嚴重損毀 碎片散落一地 而攝氏的電單車就橫臥在路面 事發於星期三晚上10時多 一名56歲印度裔鐵騎士 沿著連長道往葵衝方向行駛 懷疑在設線時和一輛的士相撞 之後電單車失控彈開 和一輛白色私家車相撞 這名鐵騎士墮地之後 再被一輛深色的私家車展過 他全身多處嚴重受傷 有目擊者在意外後 立即為鐵騎士急救 我上去急救的時候 其實傷者就已經抹大了雙眼 然後沒有什麼生命跡象 但我就盡量幫他做CPR 但他一直做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呼吸 有沒有吐亂? 有少少 但是吐了一下 其實他的嘴上都沒有動作 他的吐血是純粹在口中有血 於是按壓的時候 他就流血出來 人們是從車底滾出來的 所以我的心都放了 涉事的的士和深色私家車 在意外後沒有停車 已經駛離現場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後 將鐵騎士送丸搶救 最終證實不致 警方經調查後 在星期四先後 抓了一名67歲男的士司機 以及一名65歲私家車女司機